Hello 大家好 我是Coco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Dose of Color的開箱 這個包裹呢 是我今天早上才剛剛收到的 然後 我今天本來是想要拍其他的東西 不過想說既然它來了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看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Dose of Color的東西呢 其實以前我也沒有訂過 所以等於是這是一個 完全的First Impression影片 好那我們來開箱 直接來開箱囉 然後打開 這邊有寫Dream in Color Live in Color 然後它的 盒子裡面有 我冰淇淋的圖樣是因為我就是訂了 那個眼影盤呢 叫做Ice Cream Palette 所以我想它應該是為了符合那個眼影盤 所以才有這個盒子吧 因為以前我有沒有訂過我不知道 對它這邊有寫 這個眼影盤的hashtag 所以我想它這個盒子是專門為這個眼影盤設計的 所以如果是訂這個眼影盤的人呢 收到的盒子就會跟我一樣 然後上面是寫 Trick Yourself You deserve it 你值得 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盒子超級夏天的 然後很漂亮 顏色配色很鮮豔 然後裡面呢 哎呀 這沒什麼就是一個妝容的明信片 先把裡面的垃圾拿出來 然後一張小卡片 還有一張小貼紙 還有一張我想這應該是Invoice 然後中頭戲來了 登登登登登登登 好可愛 然後上面這個是 冰淇淋的 冰淇淋的貼紙 蠻可愛的 然後 包裝紙上面 就是這樣子 冰淇淋的貼紙 那除了眼影盤呢 我這次另外還訂了三支 他們家的液態唇膏 因為他們家的液態唇膏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 買來用用看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唇膏控 所以就覺得 有機會再訂 那這次因為剛好他出了這盤眼影盤 我想說趁這個機會呢 就一起訂他們家的唇膏來試試看 那我們先來開這個中頭戲好了 那我們先來開這個重頭戲好了 其實他的包裝 其實長得蠻漂亮的耶 就是很粉嫩 很少女會喜歡的顏色 打開 他的包裝很仔細 裡面還有再包一層這個 有泡泡的 然後貼紙也是用他們家自己的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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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包裝還蠻仔細的 好 不要問我為什麼會有奇怪的 是自帶配樂 反正我就只有這個 怪習慣 好這個就是眼影盤本身啦 叫做 它外面這個包裝就是有點像 復古風的那個賣冰淇淋的小 小攤子的感覺 然後眼影盤本身的設計是長這樣子 是有五個很可愛的冰淇淋在外面 其實我比較喜歡外面這個包裝 我比較不喜歡這個眼影盤本身的包裝 然後它是紙盒還蠻 還蠻扎實的紙盒 然後呢裡面有一塊鏡子 還蠻大塊的鏡子 擋片 然後它的眼影盤是可以整個這樣翻過來 擦擦 這就是 十個顏色 在這裡 我看一下 有一點小飛粉 其實我當初呢 在instagram上面看到這一盤眼影盤的 照片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並沒有非常吸引我 就是光看這個眼影盤本身 不管是它的包裝 或者是它的配色我都覺得還好而已 可是呢後來 他們就發了一張試色的照片 我放在這 結果我看到這個試色照片以後呢 我就覺得我 有被擊中的感覺 然後我就等它上市的第一天 我就買了 我覺得最近 我好像沒有什麼眼影盤特別吸引我的 反而是 這個我完全沒有用過這個拍子 的眼影盤 我覺得這個配色還蠻特別的 這個眼影盤呢 在美國的定價是50塊錢美金 我覺得不便宜 好 那我們直接來試色好了 這個就是 這一盤 Dose of Color的試色 Berry and Cream呢 就是一個米色 然後非常非常的淡 我覺得顯色度 不太行 可是也可能是因為它非常淡的關係 然後這個薄荷綠呢 珠光薄荷綠很漂亮 是Main Chip 第三個顏色呢 是叫做Shepard 是一個珠光的橘咖啡色 然後再來這個是 控霧面 是一個霧面的磚紅色 有一點咖啡的磚紅色 就它沒有很紅 其實它是咖啡色這樣 然後這個是 稍微有點帶灰的深咖啡色 這也是霧面的 叫做Hot Fudge 然後接下來這個 有點看不太出來的顏色呢 是Banana Split 其實應該是一個金黃色 珠光金黃色 然後這個是 Blueberry Swirl 是一個 其實有一點點 一點點咖啡色的紫色 然後這個粉紅色叫做Bubble Gum 我覺得這個名字 非常適合 這個顏色非常適合這個名字 Bubble Gum 然後最後這個 兩個是Lamander Honey 是一個霧面子 然後這個是 Double Scoop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珠光咖啡色 我覺得這一盤是到現在啊 我覺得 嗯 我沒有很喜歡它整個整盤的這個顯色度 其實它真正漂亮 顯色度比較漂亮的呢 只有這個Minchip 跟 Sherber這個來 其實其實這四個顏色的顯色度都很好 就是最上面 上排的 上排的除了這個 這四個顯色度都還不錯 然後剩下的呢 這一顆的顯色度也還OK 其他的我覺得顯色度都不太行 顏色雖然是很漂亮 可是 我覺得這顯色度真的 我沒有很喜歡 看到 就是試到現在 其實我對這盤有點小失望 可是我覺得Minchip這個顏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其實這一盤呢 一般 就是現在在美國 他們如果有新的眼影盤上市呢 比如說像Urban Decay 或是Tarte這些品牌呢 他們都很喜歡 就是在還沒上市之前 就是這樣 大家我們有一個新眼影盤上市啊 大家興不興奮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 Dose of Color這一盤呢 它好像 沒有送什麼PR的產品 給一般的部落客 或是Youtuber 所以到現在呢 在網上幾乎是沒有什麼review在網上 那 它雖然說是限量的 大家就說 開賣趕快來搶 可是 開賣到現在已經三天了 我今天上網看呢 其實這一盤的 就是還買得到這一盤 講真的 我其實對這一盤 就是有點失望啦 雖然是還沒有用 但是我對它的first impression 就覺得 它顯色度真的不太好 顏色其實是有幾個顏色 還蠻特別的 可是我覺得不值得 花50塊錢去買這一盤眼影 這次的包裹裡面呢 我還買了兩支他們家的霧面的液態唇膏 跟一支唇膏 其實他們家的液態唇彩的顏色並不多 而且常常也是在 就是在網上是賣斷貨的情況 所以他們家的液態唇膏的 是還蠻受歡迎的 我買了這兩個顏色 一個是Brick 一個是Bury Me 就是一個是磚紅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梅子色 就是他們的包裝非常的漂亮 就是液態唇膏的包裝很漂亮 這個是Brick 然後這個是Bury Me 然後呢 我剛剛試完色以後呢 就發現 我買到的唇膏其實顏色都有點類似 剛剛我們試的這個是 Dose of Colour的Brick 然後這個是Bury Me 這個是 Anastasia的Canid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說 我很喜歡的這個顏色 他們兩個其實是有點類似 非常類似的 然後最這邊 最這個顏色呢 是 Ophra的 也是我新買的 但是我還沒有用 應該是叫 Hypno吧 Hypno H-Y-P-N-O Hypno 這兩個顏色看起來蠻類似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顏色是有點偏紫的 然後這個顏色是非常非常的專紅 但是 好吧 就是一個擦起來只有自己明瞭的一個分別 然後那個霧面的液態唇彩呢 的包裝就是霧面的 那因為唇蜜是亮面的 所以它的包裝管就是亮面的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是 Rosé 其實沒有很亮耶 好妙喔 感覺上 像是一個液態的口紅 只是它不是全霧面的 有一點亮面 但是它不是唇蜜 它擦起來是 它的質地是像液態口紅那樣子 非常濃 可是它這裡是寫 Lip Gloss就是唇蜜的意思 這個顏色還蠻漂亮的 以上呢就是我這一次 Dose of Color這個包裹的小小的開箱 因為我沒有訂很多的東西 所以這一次感覺起來好像沒有那麼澎湃 不過因為這個 Ice Cream跟眼影盤呢 是才剛剛上市三天而已 所以我很想要第一時間呢 就跟大家分享我對它的心得跟感想 基本上呢我覺得以它的價位來說 就是一個50塊美金的眼影盤呢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跟它的粉質 都非常非常的一般 雖然它是限量的 但是如果 我提前摸過它的粉質 跟知道它的顯色度是這樣的話呢 這一盤眼影盤基本上呢 我是絕對不會買的 不過呢他們家的霧面唇膏跟唇蜜 我都還蠻喜歡的 不管是包裝或是質地 我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難怪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而且常常都是在斷貨的狀態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支 這一支短短的開箱影片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在下面訂閱喔 掰掰